那你會後空班嗎? 後空班?我好像有點破耶 不能受傷喔? 只是你來幫我教他已經119 119 我教他119 到底要不要幫他教119 歡迎收看 Ison Show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看過 一天學會後空班那一部影片呢? 其實那一部影片呢 就是他裡面的很多動作 他的細節他沒有做出來 所以他一整步下來 他花了快6個小時才學會後空班 那如果今天假設 你也是要自己來嘗試這個 後空班的練習的話 想要在一天之內學會 當然這邊也不是說不行 但是就是 他的危險性會比你在 正規場地練的時候 再來得高一點 所以盡量你要在外面自己學的話 就是 第一個技巧你一定要做好 再來就是你所有的技術要領 都要做盾 哪裡該打手 哪裡該跳 你一定要學清楚 這樣子你在做的時候 會比較安全一點 OK 那我們在開始之前呢 因為我們在外面這個比較硬一點 所以大概你要先找一個草皮 找一個草皮讓落地軟一點 那你的下肢 下肢就盡量去活動多一點 讓他熱開 不然他真的會容易受傷 我也看到剛剛那個影片 他基本上幾乎前面 包含他後面做成功的那一個 他從頭到尾都少做了一個動作 是戴手 他沒有真的戴手起來 就做後空班 所以導致他的高度受限很多 所以這個拉手你一定要拉高一點 再來跳一個後空班 這樣子你的高度才能確保 是安全的位置 那我們現在就來做一個對比 第一個是沒有拉手的 第二個是有拉手的 那我們現在做一個 跟影片一樣的 他沒有戴這個手 看一下會長怎麼樣 雖然轉得動 但就很低 這樣就有點危險 落地的時候 沒有我在做都蠻吃力的 那接下來第二種 就是我說的 加一個戴手 加一個戴手上去 他的高度就會差很多 首先往後拉 然後甩上來 整體速度跟動力就變很大 這邊你可能會說 我是選手出身的 所以我在做動作的時候都不會爬 所以這個測試就是不準 那沒關係 我們現在就找一個路人 來實驗一下這個結果 是不是對的 好來試看看 OK 那邊有一個 看起來 壯壯的人 他應該是有運動過的弟子 我們不能找太瘦的 因為怕等一下他摔下來 有可能 折了什麼樣 我還要陪他 所以我們盡量找粗一點的 感覺有運動過的這個 來試看看 來問問看他 欸 文學 要 你在運動嗎 就要在身上 你知道什麼是體操嗎 好像有聽過 你有聽過體操 有 有 但是你對體操好像還有一點 略知略懂 對不對 那你會後空翻嗎 後空翻 我好像有練過 你以前有練過是不是 對 練過一點 那你現在可以幫我們表演一個 馬上來一個 認真 認真 那不能受傷喔 只是你要幫我叫他119 幫我叫他119 幫你叫119 先幫我stand by一下 OK 我等一下先打電話 真的可以做 這個可以做在做喔 可以可以可以 不勉強喔 我盡力 我盡力 OK 我可以保護你 真的喔 我真的可以保護你 好 我幫你站旁邊 OK 開始 等一下喔 你做的時候 我會幫你撲 然後你先做一個 就是手不拉的 對 你往後躺下去 手不拉 記得要用你把你的腳舉起來 不會很危險 不會啊 因為我在你盤 對不對 好 OK 相信你 你只能相信我 我希望 開始了 好 等一下你跳起來之後 手不要拉 就只要用你手屁股 這樣講 你要相信我 OK 來 開始囉 Go 好 好 不在你 來 不錯喔 但是高度很低對不對 高度很低 所以我們再加一個拉手 看這個高度會不會差很多 等一下再加一個拉手 好大喔 這樣子拉 把你的手甩起來 好 手要甩到耳朵 直接 甩到耳朵旁邊 再做 啊你剛剛是跳起來 怎麼直接做 所以高度就很低 那你再加一個拉手 看會不會到你 好 來試試看 OK 再相信你一次 你只能相信我 我還是要幫你綁 好 加一個拉手 要拉到耳朵 好 來 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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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媽咧 你是專業的喔 欸 真的嗎 你是以前就有練過 我好像有做過類似的動作 你很變熟耶 你不會是我同學 哈哈哈哈 OK 有沒有看到這個 就是有拉手跟沒有拉手的 空翻高度就差得非常多 所以你基本上你在外面自己做的時候 你在自己練的時候 就要去加這個拉手的動作 當然你的起跳是本來就應該要有 那再加一個拉手之後 你的高度就會整個越級上去 這樣你在落地的時候 會比較安全一點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 後空翻 小秘訣 把你的手拉高一點 他的高度會變高 轉速也會變寬 你在自己練的時候 也會比較安全一點 那今天這個路人 也謝謝他非常的厲害 對對對 很厲害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的影片 如果你喜歡的話 記得歡迎按讚 訂閱分享 我是艾森 我們下次見 掰掰